最近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在周四再创新低后 周五开低震荡小腹上扬 但后继无力 显然市场低迷气氛未减 稍早前有大陆官方经济学者指称 中国的股市不缺钱缺的是信心 但有专家和业内人士则认为 目前大陆不仅缺钱还缺信心 中国股市20号继续跌到新低点 户值以2024.84收盘 创下43个月以来新低 股市再度接近岌岌可危的2000点保卫战关卡 A股市值一天蒸发了5000亿人民币 深圳城值也大跌2.72% 紧跟着周五股市小跌 开盘后不久转黑翻红 但力道薄弱 最终极止都在平盘上下收盘 投资咨询经理人施先生21号向新唐人透露 只做国内股票市场等产品的分析师或经理人 基本目前已经无路可走 曾经风光的证券经理 现在一个月直领2000元人民币 但大陆业内人士向媒体表示 在资金层面央行在连续三周进回笼后 重新加大资金投放力度 周四实施了两种期限的逆回购操作 共计1600亿人民币 全周净投放1010亿人民币 值得关注 经济学家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 就此向新唐人表示 逆回购操作 事实上和美联储推出QE3第三次量化宽松的本质是一样的 也就是中共当局通过买回债券 向市场体系注入现金 据报道 今年以来全球股市 不论是美国或欧洲 三大股指累计都上涨 上行最低百分之五点六七 最高百分之二十五点三零 而亚洲主要市场中 截至二十号收盘 日经二二五指数 今年以来累计上行百分之七点四七 香港恒生指数 则累计上行了百分之十一点七零 相比之下 虽然中共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中国上半年的GDP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八点一 第二季度增长百分之七点六 但上证宗旨今年以来累计下行了百分之七点九四 深圳城址则累计下行了百分之八点零三 A股的总市值则缩水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一些机构的所谓操盘手仍然不断发出讯息 声称股市已处低位 可以进场布局 施先生认为 这些建议都是骗人 很多人买的股票的人出不来就没办法 没买股票的人基本上他不会随随便便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超级啊 这种想法的 新股民现在也不多啦 因为市场不好 谁也不去弄这个事情啊 弄这个事情啊 都是觉得他老挣水的入水的 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粉饰的荣景 为什么难以再现 上周三 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 顾胜祖向媒体表示 中国不缺钱 但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 缺的是信心 但谢田分析 事实上 中共中央完全靠大量的印钞票来刺激投资 因此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 而许多地方当局目前以贷款来发放工资 也很缺钱 那一般的百姓他们在房价这么高 医疗教育的费用这么高 通货膨胀有上涨这么快 百姓肯定是缺钱 我想不缺钱的人呢 可能就是高干子弟 中共高官 群态关系者 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中国的可能0.5%的这种极少数的人 他们是不缺钱的 中国有法律 但没有真正的法治 谢田指出 股市实际上是中共当局一个圈钱的工具 散户小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当然赚不到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